今天和大家简单讲一下黄土岭战斗 那先说一下背景 时间是在39年的10月份左右 在华北的八路军发表非常快 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日军的占领 所以日本华北方面军又展开了一场 叫做治安速镇作战 这已经是第三期了 用的部队是110使团 还有26和27使团的一部分 再加上驻猛军独立混存第二旅团 旅团长是刚刚晋升中将的阿卜闺秀 旅团长是中将 这个级别是相当高了 可见日本的重视 因为阿卜闺秀是当时日本比较出名的山地作战专家 他同时也是华北方面军驻猛军的总司令 因为日军的太阳山地区已经吃了好几次亏了 山地战他们不是八路军的对手 所以也专门调了一个专家来 据说他是学过德军的山地战技术 代表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与他兑现的是聂荣正的警察聚军区 这时候八路军已经全面进入河北以及山东了 当时节奏是这样 11月2号 日军的石村提九两个大队 这听着名字就像偷鸡摸狗之类 石村提九 从内长城出发 前驱扫荡 天亮的时候呢 在燕素衙这一带 就遭到了杨春武率领的八路军的猛烈伏击 大概一天时间日军就伤亡了500多个人 石村发电求救 那么阿卜闺秀亲自率队前往救援 到4号凌晨赶到了燕素衙 但是发现八路军没松影 八路军已经撤了 但是阿卜闺秀没有原路返回 而是命令全体继续向前 向八路军撤退的方向追击 这次阿卜闺秀带来了一个炮兵中队 加上石村提九的人 一共是1600人左右 也是一股相当凶患的力量 这一带我军有一个巨大优势 就是情报 阿卜闺秀是从河北的来远出发的 但来远是我军解放过的一个县城 虽然之后又丢掉了 但是乡亲们都是熟人 所以日军的一举一动 你什么时候来救援 有多少人走到哪里 我军都知道 念弘真得到情报之后就赶紧调兵险将 于是在黄埠领这个位置 我军一共集结了一军区的一团三团25团 还有贺龙120时的特务团 全部埋伏在这里 等着阿卜闺秀他们过来 黄土岭是太平山北部的一个山林 四周都是深沟 所以阿卜闺秀直到这里很容易被埋伏 于是走得很小心 每走一步都派轻重机枪 先抢占四面的高地 然后大部队慢慢走 就算碰到埋伏的话 也可以打个来回 但是八路军的山地穿插和潜伏能力 远超他的想象 那是不怕远征南的红军 用四等弦的万水千山历练过来的 日军一个影子都没发现 最终阿卜闺秀全部的部队进入峡谷之后 悬崖两边的一百多艇机枪同时开火 日军三个大队 就在这个山沟里面根本斩不开 被打成筛子 死伤非常惨重 在这里就被围住了 阿卜闺秀把他的指挥部 移到了黄土岭东面的一个农家院子 他正在和手下研究怎么撤退 但这时候他已经被瞄住了 第一军区分区一团厂成正香 在望远镜里面看到了一群 穿黄泥大衣的军官 在农家院子里面开会呢 他赶紧就把目标报给了炮兵连 当时 由18岁的炮手黎二喜 连放四发 其中一枚排气炮弹 直接落在院子里面 阿卜闺秀腹部和双腿 十处致命伤 当场没死 撑到夜里十一点多 疼死了 此事震惊日本朝野 看朝日新闻取的什么傻鸟标题 名将之花凋谢太行山上 写的挺诗情画意 明明是狗日头目 一炮炸成肉酱 这也是抗日新是中国军队 当场干死的日军 级别最高的人了 黄土岭这一战 日军伤亡上千人 八路军自身伤亡八百多人 那其实李二喜用的这门排气炮 就是日本自己的排气炮 还记得上次我们视频说 37年的平行关战役 杨成武独立团是负责一马领打员的 当时这战斗 就缴获了很多门排气炮 独立团顺手就组建了炮兵连 李二喜成了排气炮炮手 那时候才学会的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那在39年这个时期呢 汪精卫政府反复的释放一种言论 企图挑拨国共之间的关系 叫做中国共产党由而不及 那么这次黄土岭战斗 这个言论就不攻自破了 你由而不及能打得死日军的中将 山地伏击战就是八路军 利用自己的特长 打出来的一种高效的战术 他和正面战场是互相配合的 主席也专门发过文章 批判汪精卫说的这种 由而不及的言论 过去汪精卫被开口闭口 八路军由而不及 然而汪精卫却游到日本怀里去 进查地边区里没有汪精卫党徒 却坚决实行三民主义 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 创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 蒋委员长曾经着重称赞华北的战争 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老蒋看到黄土岭这个战报呢 定然是五位杂臣 原因大家都懂 但当时还是给了一个明确的加奖令 阿部中将当场毕命 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 书刊讲位 上个视频说了 39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 但即便如此 我军还是在正面战场 硬刚出了昆龙关大劫 在敌后战场 黄土岭战斗 巧取敌上将手机 和日后已然是有来有回 日军再也不能像抗战第一年一样嚣张了 他们随时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如果谁要抢战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